做運動除了講求鍛鍊線條 做到爆汗的效果更加令人上癮 看見Semi穿風衣做 Insanity 加上跑百公里 流了那麼多汗 就忍不住拍片鋪上IG就知道了 除了做運動 最近OL界就流行起日式岩盤浴 說能夠極速爆汗瘦身 堪稱懶人運動 相傳在江湖時代 日本秋田園的玉川溫泉 附近有居民發現有受傷的動物 在附近的熱岩盤上休息 結果傷口迅速傳遇而流行起來 近年就因為日本天候崩奇步 大力追捧而天起熱潮 雖然說是肉 但是岩盤浴並不是針肉 而是躺在加熱到40至45度的礦石上面 讓皮膚接觸發炎礦石 而做到的爆汗效果 做第一次做岩盤浴的時候 應該是在我19歲的時候 那時候台灣岩盤浴剛起來 我那時候是因為身體比較虛弱 然後沒有辦法做運動 所以我嘗試做岩盤浴這個 有療效的一個運動方法 然後沒想到蠻適合我的 女生最關心的當然是瘦身 記者就試了這間研織房 雖然只是做了兩次 未有即時的效果 但是爆汗程度就令人驚喜了 這件事是舒服過桑拿 因為我本身是不可以用桑拿 一進去已經呼吸不到氣了 但這個剛剛進來的時候 其實就沒那麼熱的 所以我都可以捱到八個字 都沒問題的 亦都幫了我喝了水 還有焗完之後 覺得出了一身湯是舒服的 若然焗完這間研織房 都還沒夠後 那你就可以挑戰一下這個蒸氣爐 這個就是把我整個人 坐進去的一個洞 我覺得自己有點像蒸桂苓糕 那其實這個是熱過剛才的普通 一個銀盆肉的房 其實現在我身裏面已經是 汗和蒸氣 而是全身都濕了 一坐進去 你一看到我的臉是亮的 因為已經是爆汗了 這個爆汗是做得很厲害 由於人的軀體有曲線 特別是雙腳不能夠全面接觸到 銀盆肉的發熱礦石藏 所以很多OL都喜歡再做蒸腳 蒸腳相傳體 源自於五千年前的西藏藏醫學 效果蒸氣而加速血氣循環 可能有些OL長期工作的原因 需要坐在那裡 很多時候下身會比較水腫 因為蒸腳來講 都會幫助我們身體排水分 尤其是腳部方面 蒸腳的時候 蒸氣機會接駁到 大概到膝蓋那麼高的綠筒 然後就把中藥包 放在木桶裡面的蒸氣書出口 這次我們試的是 能夠去濕熱、清毒素的 原泊葉、黃花道鑽葉、水泊枝、麻黃、黃菊藥包 放好藥包之後 就在上面放上穴位按摩腳踏和毛巾 剛剛試完這個蒸腳 是真的很熱的 我想像中是更熱的 它的藥包挺香的 很淡的藥菜味 好像在吃小肥羊 另外你說出汗 是出了很多的 原本以為就是腳會出汗 但最後我的鼻子 我頸、背部 全身都是汗的 出汗這方面 它真的做得到 不過蒸腳的時候 熱力真的挺強的 雖然蒸完腳 感覺好像輕了不少感 但千萬不要貪心 挑戰過過的溫度 你會不會有個冒冷的 到後來 好嗎 要來 要來